海铁推司机出来谈 情节状这部韩剧 黑啦 续编速读的不多 剧倒是看了不少 这老个得力 剧里都有骄傲 海铁朋友马周日发生翻车事故 原因尚未完全离清的状态下 噪音疑似不断被导向人围 这个车子从我们是一百年底 上线开始移民到目前大概 才刚刚做完六年的实际办法 针对我们现有的手机 再来更加强 防止实际发生一个轮位的休息 检查办法那边也有过一段企业 就是我们的司机员 他把车上的变车把护装去办理 这个是确认的 然后他在经过失误现场的时候 有超速休息 这是这个实际的特定 所以在这个 专家公布的这个范围里面 这个我们看起来是这个实际 他有些人为熟悉的因素 在一起 这个师父本身 是因为司机员 他关闭的他的电车防护系统 我们之后 有去调我们行调 无线电的通缘区 那记录上并没有显示 他有向我们的调度员 或任何报告的动作 噢 这个有媒体发话权的人 疑似公开暗示责任在司机员身上 人们无论他们的说法 所以 我必须要明白 他们的说法 他们的说法 我必须要明白 他们的说法 我必须要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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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权利 哎呀 情节集赐 韩剧《评诺丘》 主角李忠硕的消防员 老爸背黑锅 被全民唾弃一样 判施吼 现在没有那么好操作 有人栽赃 有人嫁祸 有人费心安排 有人顺水推舟 骑了心 要让乌拉纳拉市 背着这个黑锅 去死 大家的把揪得跟缓缓 一样是悬亮的 根据李涛报 独家披露了行调通年记录 列车在喜马站 发生脱轨前案 司机员 跟调度院都知道 ATP的关系状态 我对于你们到今天为止 把所有的责任 推给那个驾驶员 所有的责任都要扛 我完全没有办法接受 列为黄国昌 也救出台铁 更严重的问题 普悠玛 主峰棒的测试机台 现在在哪里 现在正要成功 到现在都还没有 你们在做什么测试保养啊 嘿啦 幸好我们都有看 最大对社会议题很敏感的 好聚普类主角说的话 这些编程的编程 这些编程的编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